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位在台北市中正區螺絲浮路一段上 新跳看的房子呢 是位於馬路正對面的這一棟社區 叫做南門大廈 隨著鏡頭慢慢往右手邊帶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有個捷運出口 那是中正紀念堂捷運站的2號出口 旁邊的那個紅綠燈呢 是螺絲夫跟南海路的抓插口 這樣我們把鏡頭往左手邊帶過去 前面這條馬路呢 是剛剛好是寧波東西街的交叉口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到馬路對面的南門大廈去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南門大廈的正樓下 旁邊這條巷子呢是南昌路一段59巷 它的腳尖有一個一支圈的蛋糕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地標 雖然我們是正馬路上的大樓 但我們的出入口呢 是在旁邊的巷子 它是一條6米的雙向道路 社區管理的時間呢 是日間管理 早上的8點到下午的5點半左右 禮拜天呢 需要用持扣進出跟晚上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直接到大樓的建屋室內去看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我們小公梯間的部分 我們先看它的逃生梯的部分 逃生梯會在大樓的後側面巷子的部分 它總共有規劃兩個逃生梯 分別左右各有一個 首先要拿來房子一進來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 所以畫面往左手邊帶呢 現在客廳的朝向朝向我們正樓是如路一段上 這邊的朝向是朝向東側 我們把鏡頭伸出去窗外看一下 途左邊是通往中正經驗坦的方向 在我們大樓側邊呢 剛好是南門市場改建的一個工程 所以鏡頭慢慢把我們右手邊帶呢 現在看到那種綠燈寺寧波東西 這些跟螺絲鋪的交叉孔 接下來我們前往我們的主臥室 主臥室的朝向跟客廳的朝向一樣 都是面向螺絲浮路 我們的學區呢 是宏道國中四大副小 接下來我們進到主臥室的衛浴 因為其他在原諷道中四大副 顫折在馬車上 好了 準備好了 就好 在馬車上 整潔 是 市道11樓都是一層規劃市戶 市場的用途是集合住宅 挑高的高度是3米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间卧室 第二间卧室的开窗面朝向我们的后阳台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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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